这边有最大到最小 对吗 这边谁是做sales的老板 老板有做sales的 请举手看一下 有负责见顾客 带顾客 带身体进来 举高高 举高高 各位注意听下一句话 如果你是公司里面的top sales 请继续举手 各位你再来看看一下 左右看看一下 如果你不在 然后会发生什么事 要不要知道 看 OK 谁这边是负责去收账的 请举手 老板 举高高 你不在之后 发生什么事 来再看 谁这边是自己做产品的 举手看一下 OK 好 你不在之后怎么办 你的生意 谢谢 请看 所以你要做最大 还是最小的 什么叫最大的 最大就是你是最厉害那个 差不多你是十项权的那的 你是公司里面的冠军 你有没有 没有 没有你在就完了 OK 那么请问你 既然你是最厉害那个 谁能够 谁不能脱身 这边里面 最不可以 最不可以缺少是谁 最大是最小的 最大的 但是如果你是最大的 恭喜你 你不用脱身了 很多老板不明白这一点 每次我在教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就叫他们 听这首歌 这首歌 是老板要听的歌 你知道这首歌是怎样用的吗 要不要知道 把它放成你的电话铃声 每次公司一打电话进来 就是这首歌了 放给他们听看 听得懂吗 That's why很多老板 我看到他们很忙 在讲电话 其实你知道吗 从左耳 讲到耳头 到右耳 右耳到左耳 你知道多辛苦吗 为什么 因为他就是这个 所以很多老板讲说 哎呀 怎么你们都没有 不能够超越我 你看什么东西都要靠我 什么都是我最厉害的 你知道我也是讲这种话呢 因为我们一开始做 我们至少做老板 我讲的就是我赢的 对不对 什么都是我讲的算 对不对 为了要证明我的权力 跟我的能力 我一定要把自己 变成最厉害了 对不对 剩下整个公司 都是笨蛋老板 对不对 That's why 跟一群笨蛋做公司 很辛苦的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是你找回来的